好 又到了湘海氣象的時間了 那明天的天氣如何呢 要來請教氣象主播Louis Louis請說 不管晴天雲天 原是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上海氣象的時間 大家晚安 我是瑞毅 今天東北季風又增強了 而天氣上大部分的地方也都顯得隱隱沉沉的 而這樣的天氣系統也帶來了水氣 迎風面地區除了下雨之外 宜蘭地區更被列入了豪雨特暴的範圍之中 一直到今天下午5點之前 雨下最多的地方 依然是在泰雅族人居多的南澳一帶 就超過了150毫米 而同時我們也不能不說 每天的溫度了 因為就今天台灣本島的平地地區最低溫來看 就出現在了基隆市的七度一帶 是降到了18.1度 而這項數據 還是在接近中午的時間出現的 而今天各地的平區溫度 也是比昨天來的低了許多 而這樣的天氣形態恐怕在週末兩天 還會繼續了 而天氣上的資訊 我們先從衛星圖一起來看了 在進入圖卡之前 又要天氣大將的是 這一波東北季風 除了帶來水氣之外 也要留意溫度上的變化 那麼我們從圖卡上來看 其實今天除了這個東北風的影響之外 再加上南方的水氣北台 所以全台今天的雲量水氣都增加了許多 也因為這一波水氣的關係 週末這兩天 其實全台各地都是容易下雨的天氣 而且越往北 越往東 下雨的機會也就越高 時間也會越長 也就是說我們主要的雨區 會是比較集中在基隆的北海岸 還有宜蘭一帶 而外圍地區 包括我們的大台北地區 還有宜花蓮的北區 也是容易有零星雨勢的機會 而關係完了天氣 至於溫度上的變化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面來看了 我們來看到圖卡上 我們北方有一股冷高壓 冷空氣也是這樣一波 接著一波的掃進來 就這樣子順著東北風一直不斷的進入 所以明天在溫度上來說都是偏低的 北部地區的高溫大約只有24度 而當然在高海拔的深區部落 溫度是幾乎都降到了各位數左右 所以週末的時候外出除了攜帶雨傘之外 也要記得加件外套了 而至於各部裡頭 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萬年整理的山海氣象 首先來到屏東的市自牡丹滿洲 低溫18度 高溫26度 太武來一圈日 低溫只有17度 高溫28度 三地門屋台馬加留意雨勢 低溫15度 高雄的原鄉地區 低溫只有11度 地點在桃園 高溫26度 在阿里山 氣溫在11-25度之間 南投仁愛與池水 以及信義 低溫只有8度 高溫25度 高溫25度 台中和平 氣溫在13-25度之間 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苗栗南庄 施潭太安 同樣是多雲的天氣 低溫15度 高溫24度 新竹 新竹關西 尖十五峰 低溫只有9度 低溫在尖十項 高溫24度 新北霧來 桃園復興 低溫14度 高溫19度 修林及萬榮 低溫14度 高溫23度 首峰峰冰 低溫18度 高溫23度 有8成的降雨機會 封林光 不及瑞碎 低溫18度 高溫22度 卓西 玉里及副里 低溫只有7度 高溫22度 有7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台東寒線地區 低溫20度 高溫25度 同樣有短暫雨勢 池上 觀山海端及岩屏 低溫15度 高溫25度 陸野 台東市及北南 多雲的天氣 低溫18度 高溫26度 台馬里達5 金峰及達人 低溫16度 高溫27度 請注意日夜間的溫差 大雨地區 氣溫在21到26度之間 最後來到外島的連江 金門及澎湖 同樣是多雲的天氣 低溫17度 高溫24度 週末兩天 有外出激到的朋友 要注意囉 因為在這一波 東北風的影響之下 週末這段時間 降雨的情況 也會變得更加明顯 我們從頭上可以看到 其實從基隆的北海岸 往下延伸到宜蘭 花蓮台東 都是容易下雨的天氣 尤其我們要特別提醒 在基隆 還有宜蘭這兩個地方 這樣的情況 就會比較持續 所以在這些地方 外出的朋友 就要多加留意了 而至於溫度上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在中南部地區 高溫雖然有30度 也是有涼光露臉的好天氣 但是這早晚的溫差 就將近10度 所以也請大家 要適時的添加衣物了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到這週 週末的天氣資訊 我們記得再把時間交還給WUMAS 好 大延伸的 北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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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岸